所以回去的话请各位还是在反复练习 包含就是说我们有几题练习题 我觉得是还蛮不错的 像什么呢 像那个拆数字游戏 这个这一题其实并不是很困难 但是我是觉得还蛮经典的 因为它以后可以延伸 只要跟数字有关的相关的练习 延伸性还蛮大 不止一到二十 你可以甚至可以一到一百 一到一千 或者说你可以把它改成像以前 上课的时候 跟同学会互相玩那个什么 几A几B那个 比如说位置对的话 然后它是A 看有几个是 比如你写一个 你同学写一个 然后在那边猜几A几B 全对的话就4A 然后全对那位置不对就是B 4B的话就位置都不对 OK 然后它会用这种方式去猜 那当然一样 你也可以怎么样 你也可以跟电脑玩 这个其实可以玩非常久 逻辑也可以写得出来 如果你用我们教的方法 其实要把那个程式写出来 应该不是问题 但会需要花很多时间 因为之前我就给同学 就是刚刚讲这个程式的 等于当他们作业 真的有同学写完了 然后它有RUN RUN也OK 没有问题 甚至我们后来有改版 比如网页版 或者手机版 其实都手机上也可以玩 比如说你马上手机无聊的时候 你也可以跟电脑 跟手机玩一下这种游戏 几A几B的游戏 那插时间还蛮不错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延伸性还蛮大 可以试试看 另外的话还可以把它变化成什么 像什么乐透仔开讲游戏 有没有 乐透仔规则是1到49号 然后总共开6个号码 加一个特别号 对不对 然后你可以模拟 假如说我今天要执行之后 它会自动帮我RUN出来 模拟的数字 比如当成你签注的参考 对不对 不过签注参考那边 你可以把历史资料 像网路爬中 网路上有历史资料 你可以把资料从网路上爬下来 然后你可以给它设几个参考的根据 比如说在某个时间点 哪一个数字出现 哪几个数字出现的几率最高 比如礼拜几 或者类似像这种 礼拜几或者是说什么时间等等 反正这个自己去想 然后它会给你一个参考的数字 辅助你 那个辅助不是毫无根据的 是有那个历史根据的 不过那个演算的方法 演算的公式 那恐怕你们就是你们可以自己去想 我只能教程式 因为我有之前有教写各种版本 VBA版本我有写过 Java的版本也写过 PHB版本C3R各种版本都写过 很简单 如果你要写个模拟程式很简单 那爬历史资料这也很简单 但是后面要怎么样去算出那个中奖的号码 那个就困难了 那个我没办法教你 那你也不要来问我 因为如果可以算出来的话 我还需要坐在这里 算可以算出来 但不见得一定要能够中奖 OK 要能够算出中奖的号码的话 哇 那天啊 那车根本就 对 而且这个课可能 我如果你想要开这个课 这个环游世界就可能 你中一次讲环游世界 绝对错足有余吧 不要说中一次大奖 你中个小奖 每次都中小奖 那也足够了 OK 你根本考 但我的重点并不是在那个算名牌 OK 你要搞作重点 OK 所以要问城市 城市 OK 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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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